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楊中英來到一個村莊叫苗家鎮 進村去看 只叫一條東西向的大街 兩邊都是房屋 村就不是怎樣大 最多都是七八十戶人家 順著一條大街 從這一條走到那邊 從那邊又回到那邊走到來回 奇怪都極 這條村怎麼連人影都不見 要四圍地看 田地上 不見有人耕田 樹蔭下不見有人投糧續棋 在這條街樹沒有人做生意 他說雞不飛狗不叫 家家的煙通不見煙 嘻嘻嘻 這條村怎麼解釋啊 好 讓我試探找一間屋問吧 楊中英看到路邊有一間屋 用尼巴圍著的 他推在那裡捉門 走進去的院子 來到屋門口 各各各敲門 裏面有沒有人啊 過了一會兒又叫 喂 裏面有人沒有啊 過了一會兒 過了一會兒 聽到裏面有人答應了 誰呀 我呀 你做甚麼呀 我說過路呀 我想找點東西吃 吃完給你錢 麻煩你啦 哎呀 你真是走錯地方呀 來到我們這些樹想找飯吃呀 你快點去遞樹呀 楊中英說 這戶人家這麼不近人情呀 我說明給你錢呀 又不是白吃你呀 這樣也不行 於是他又走到另外一家 各各各一敲門 有沒有人啊 我想找點東西吃下 麻煩你做好心呀 過了很久很久才聽到有人說說 哎呀 你黑耳仔快點走快點走 楊中英又去另外一家 這一家你更乾脆了 各各一敲門 就聽他裏面問 做甚麼呀 想找點東西吃下 辣呀 哎呀 楊中英都不得了 真是當壞了我 做個家家都是這樣的 哼 我就不信找不到飯吃 等我去找個大戶人家 找點飯吃就總會有吧 他說看 看到前面有一間大屋 青鑽到頂 門樓高大 門前還有七級青石台階 但是 躺到大門 這隻山路散實 楊中英丹 如果像先頭幾次這樣叫門 實是又不給飯我吃的了 嗯 沒錯 行了 楊中英想到辦法了 他走到大谷的門口 各各各幾下 猛地敲到大門 開門呀 麻煩你快點開門呀 他剛剛喊完 就聽見裡面有腳步聲 跟著有人問 誰呀 楊中英都聽這個人說話 把聲音都很粗 估計都是大過自己的了 他就說 是我呀 阿哥 我回來了 你是誰呀 我聽你不出的 哎呀 阿哥 你連我的聲音都認不出呀 叫你開你就快點開啦 你看呀 裡面那個人拉開門關 咦 那門就開了一條縫 大概有半呎闊 為甚麼事呢 一裡頭那個人 想伸口出來看看 如果認識的就讓他進來 不認識的就關門 怎知道門剛剛開了一條縫 他都沒看清楚 楊中英出來拘到門 噢 開門那個人就差點撞跌 喂喂喂 誰要命甚麼這麼大力 無量天尊 是我呀 開門那個 獨人定眼一看 噢 原來是個小道統 喂 你是誰呀 你不認識我呀 我不認識你 嘿嘿 我也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 就叫我做阿哥 啊 叫阿哥你不喜歡呀 那我叫你做弟弟 你不就更加不喜歡呀 喂 弟弟 你怎麼這麼說也有呀 哈 阿哥你不要生氣 我和你開玩笑而已 我看你們的房子 就知道主人一定是樂善好思的了 天冷送棉胎 天熱送單三 災坊的時候 絲竹絲飯的大善人 主人行善 博人必定是忠厚的 所以我才斗膽把門推開 不關你做阿好心啦 有什麼冷飯菜汁 試吃一點給我吃一下 這個老家人見他這麼口乖 調戲當堂順了 不生氣了 他說 好了好了 你跟我來啦 我帶楊宗英去到獨人住的下屋 楊宗寶入到下屋一看 哎呀 見到有個小小的土礦 我看了 上面呢 堆著行李 旁邊有一張桌 只有三隻腳 斷了腳那邊 用洞磚頭來頂住 除此之外 就什麼都沒有了 空框框 過了一會 老家人拿了一碗 白鳥龜巢 什麼叫白鳥龜巢呢 即是納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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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冷飯菜汁 拌一拌一起煮的東西 楊宗英三爬兩撥 眨眼吃光 哎呀 多謝你呀哥 吃飽了沒有 飽了 吃飽了你就走吧 別客氣 別客氣 讓我先休息一下 哎呀你不要在這裡休息了 已經很給你面子了 幸好你是遇上我 除了我沒有別人留你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呀 我們村的人都快要嚇死了 我們家的主人已經連繩子都準備好了 就等著吊頸而已 什麼呀 那什麼事搞得要死這麼交關呀 你說我聽 哎呀 說你聽也沒用的啦 什麼沒用呢 天下人管天下屎嘛 說不定我幫了你們的手呢 哎呀 你要問就問吧 我告訴你 我們主人是姓苗的 叫做苗信 她有個女兒 叫做苗秀英 我主人是這一帶出了名的善人 你不信就儘管去打聽一下 照道理來說 好心就應該是好報才對嘛 哎呀 偏偏是好心的 如雷劈 你都不知道 這幾天 我們村出了個妖精呀 昨晚 那個妖精走到我們小姐的秀樓裡面 嚇到小姐當堂病了 這件事一傳出去 全村都害怕了 所以家家都關門閉戶 日光日白都不敢出門 怕被妖精吃了嘛 楊宗英聽了說得很奇怪 怎麼這樣都有 我在乾坤洞住了這麼多年 見都沒見過 聽都沒聽過 今天一定要看看妖怪是怎樣才行 於是楊宗英說 你不用怕 我會逐妖的 真的呀 難道有假的嗎 哎呀呀呀 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小道長 來來來來 快點和我見袁外 說完就帶楊宗英去見苗信 苗圓外聽說這個小道徒能夠行妖逐怪就高興了 哎呀呀呀 仙長呀 如果你真是逐妖精了 你要什麼我就給什麼你 楊宗英笑了 我什麼都不要 我不過是普道眾生而已 對了 你的姑娘在哪裡呀 在秀樓上面 我帶你去 苗圓外在前面帶路 楊宗英在後面跟著 就上去秀樓 有個丫鬟仔出來迎接 圓外就問了 小姐呢 小姐剛剛睡著 剛剛在這裡哭呀 我請了個仙長來呀 仙長會逐妖的 仙長請進去 講完苗信和楊宗英 就走進小姐的歸房 那個丫鬟仔把蚊帳拿起 用銀勾掛好 楊宗英一看 只見有位姑娘分享住 這個姑娘的年紀大概十八九歲 頭髮都亂碰碰 把屁蓋到來胸口 一隻手就放在胸前 臉色蒼白 雙眼好像抹開 又不像抹開 又像閉上 又不像閉上 嘴唇就沒有血色 耳朵又灰灰的色 看來又嚇到 病情都很重 楊宗英想 如果我師傅在這裏 拿了一粒丹藥 就甚麼都醫得好 不過現在想的東西都沒用了 讓我看看妖精再說 於是楊宗英說 袁外 麻煩你叫人把小姐抬去另一間房 我就在這裏寒妖逐怪 哦,是,是,是 對了,小仙長 你還要用甚麼 你儘管吩咐 我甚麼都不用 哦,好,好,好 老元我叫家人 紮好一棵軟床 把女兒抬去前院另一間房 丫鬟也跟上去 現在小姐的龜房裏 就剩下楊宗英一個人 等到天黑 楊宗英關了房門 落好蚊子就躺在床上 心就甚麼都想 師傅 你知不知道我走到這裏寒妖逐怪 哎呀,媽 你真是狠心 為甚麼你不要我 至少是姜德 甚麼都是你 把楊宗寶他們害得那麼慘 我現在有刀斜 我收回你的飛刀 想來想去 慢慢慢慢 楊宗英就欺負了 都不知睡了多久 突然聽到外面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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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門打開了 楊宗英一下閘醒 他擦一擦雙眼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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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妖精 將蚊藏拿開一條辣妝出去 哎呀,真是禮了 那隻妖精已經瀑在窗台那裏 那隻妖精將窗門推開了 煎他周身無神神 兩隻大眼瞪瞪瞪瞪 房裏面是黑的 外面有些星光 所以楊宗英望出去看得清清楚楚 那隻妖怪望進來甚麼都看不清 他看到公寓時沒有電動靜 就向上彪 就上架台 輕輕便跳 就跳入房 向前一個戰報來到床邊 伸出一隻爪 一帶小板 舒服著闖地頭 Flowers ping 到楊宗英身上 楊宗英不理那麼多 他舉起拳頭 就一把妖精的眼睛 唐一拳打過去 只聽到敵打一聲 妖怪眼淑掉了一隻 妖怪一聲都沒有出 從外面一個到後翻 從窗口飆了出去 楊中英一看 看來妖精都怕打 你怕打就對了 我要追你 楊中英跟著從窗口跳出去 在後面緊追不捨 突然間 妖精一轉身 前爪一起 對著楊中英撲過來 楊中英這樣閃 妖怪撲空了 楊中英一轉身 對著妖怪的胸口 一腳踢過去 將妖怪踢到打按摩 楊中英衝過來 一腳踏實 你別動,再動我就打死你 這個時候妖怪口吐人言 哎呀,好看老爺,搖命呀 你說 你到底是什麼 是人還是妖怪 哎呀,哎呀,我是人 我是人 你給我面槍看看 麻煩你先踢腳 那我坐在身上才行 我的腳你就會踢 哎呀,好汗 我踢也踢不動,才被你打的腳 我怕你真的被踢斷了 起床 楊中英的那隻腳 妖怪就坐在身上 將架頭殼脫下來 又在前空解開扭 一脫 將妖精的皮整件剝下來 楊中英定眼一看 這個人是二十五六歲 現在摔頭摔腦 他又撿一個妖精皮去看一看 原來是用野獸皮做的 雙眼是兩顆豬 有一顆已經打掉了 舌頭是用紅布做的 黑奔奔穿著這身衣服這樣的裝扮 膽小一點的眨眼看 真是被嚇死了 楊中英都罵他 你幹甚麼 為甚麼要裝神扮鬼 好汗實不相瞞 我本來是個窮人 後來上山落草 有一天遇到姜德 他打敗了我 他沒有殺我 收我做了他的徒弟 後來姜德去了遼國做了鎮主 就把我帶去 他叫我找個美人 送去軍營做他的夫人 我只要這處的苗獸英山很漂亮 人家是好人家的姑娘 實不肯嫁給遼國的戰將 如果明打明去搶 又怕遇到你送兵不行 我就想到這個法子 做了個妖精皮 今晚我剛剛下手 就讓你看到 我錯了好汗 遼命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做無心 你真是沒有人心 你良心被狗吃了 誰沒有姊妹 你們搶人家 今我非劏你不可 好汗 好汗你遼命 我搶人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為了姜鎮主 啊 是吧 楊總英想 這件事是要怪張德 你沒有老婆 就應該明媒正娶 做了這些傷天害理的事 好 讓我見一下他 一來 我在他處拿解藥 和惡勝他們醫病 二來 收回他的非刀 將來也算是我投奔送軍的進見例 一於這樣 楊總英說 我問你 姜鎮在哪個地方住啊 是不是在天門鎮裡面啊 不是啊 她妹姜翠平就不願住在天門鎮 她兩兄妹呢 日頭就進鎮 晚上就住在石虎莊 這處大概有十七八里 那條村有間大屋 前踏是姜鎮住 後踏是姜翠平住的 楊總英一聽 有辦法了 喏 你帶我去見姜德吧 好漢感不行啊 她是一度一度的光哨 不過得去的 你都不知道我是誰 是不是呢 我告訴你 我是姜德的師弟 叫做海寧 我要見師兄有重要的事啊 那 那我跟你說一聲就行了 不行 我們兩個剛剛罵過交 你回去說我想見她 肯定不見我 你要偷偷地把我帶進去 那怎麼帶啊 這樣吧 等一會 我拿一張被丹來 你用被丹包緊我 把我帶到姜德住的時候 姜德如果問 你就說偷了苗小姐回來 然後你把我放在床上 以後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好漢你想扮苗小姐啊 你也不像啊 而且我師父如果知道 煎我層皮都可以啊 你把我送進去 你就扔了嘛 那好吧 那你說怎樣就怎樣 好漢 無心 我先說明你先 你不要賣掉我 如果你想弄我 我就一刀殺了你 我帶著刀來的 你見不見了 你別以為把我包在裡面 我就讓殺了你 對呀 好漢我知道了 我不敢 你放心吧 楊中英把那塊獸皮捲起來 收到石頭底 就寄準了地方 然後回到獸樓 初初他就想拿一堂棉皮 一想 米仔 明天焗死我 就不扔 算了算了 找一件薄的 嘶 他把蚊帳撕下來 看到旁邊有一張皮單薄薄的 他就拿過來 把兩件人夾到樓上 來到下面 一插手 叫無心跟他出去 兩個人跳牆出去 走到樹林裡 楊中英把蚊帳在地上鋪好 上面再放皮單 然後自己躺在上面 他說 來 把我包起來 包起來 包完又托我走 唉 好 好漢 對不起你了 講完 一層一層 包好了 一卷卷起來 就像台行李一樣 托上肩膊 他噔噔聲 去到水塘邊 各位 水塘邊做甚麼 想害楊中英 不敢 因為他分馬就綁在那裡 很快就要來的 無心把楊中英放在馬上 然後自己飛身上馬 打馬直奔石虎莊 很快就要來到石虎莊的村頭 放哨的遼兵 看到了 誰 我 你是誰 無心 無心 無人敢擔阻他 事實是元帥派他去 無心一直把楊中英 帶到姜德根屋的大門口 啪啪啪啪啪 猛敲門 裡面開門的衛兵開門 一看是無心 就放了他進去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車廳下戶與分解